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愿我们人生的每一次遇见 都由如初见 海外相好 欢迎收听读者 我是主播如初 那如初今晚要和你分享到的是 来自《才华水木君》的文章 哪四个字能让你瞬间泪崩 中国医生 二月七日凌晨2点58分 医生李文亮去世 这个最早向公众发出警报信息的人 最终还是没能熬到抗议胜利的时候 那夜无人能眠 所有的人都在为他的离开感到痛惜 是啊 他走了 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向他道一声谢谢 无独有偶 还记得那位阴工训职的90后医生吗 2月3日 宋元杰在交接完工作后回到宿舍 因过度劳累 猝死了 他才不到30岁啊 还有那么多人生的美好 没有体验 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些可爱的人呢 为了我们的安康 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可疫情还在积蓄 截止到2月14日 全国确诊病例已超过63943例 这些日子以来 我们不断刷微博 看新闻 感动于那些像李文亮医生一样付出的医护人员 也无比敬佩他们的无味 但满心自问 我们真的了解他们吗 这不禁让人想到 那部刚刚播出的国产纪录片 很多人都说 看了第一集之后 就忍不住爆哭 他们真的太难了 而我们也同样 欠那些为我们拼命的医护人员 一句真诚的感谢 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就叫 中国医生 我不敢死 还记得被砍掉手掌的陶勇医生吗 患者的一次不理解和激进的行为 就毁掉了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 而在这部纪录片中 虽然医生们没有遇到如此卑劣的患者 但被辱骂 却也成为了他们最常听到的言语 是你 把我们家老爷子害死的 我要把你撕成碎片 这次被骂的人 是脑血管疾病医生 朱良富 他真的是无良医生吗 瞧瞧他的生活吧 真的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随时待命 刚抢救完一位 颅内动脉瘤破裂的患者 又接待了一位 得了脑梗塞的老太太 刚骑着电动车回到家中 一顿饭的时间都没待够 就接到电话 匆忙打车回到了医院 行医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面对贫发的医患矛盾 他无奈 可一回头 他还是会笑语盈盈地 给年幼的小患者 送去一块巧克力 开着玩笑 哄身心疲惫的病人开心 医生这份工作 真的太累了 累到朱良富自己都担心 某一天会突然死掉 可他哪是怕死呢 未能拯救的患者 无法顾及的家庭 他有好多事来不及去做 他是不敢死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25年的教育 才培养出来一个 我要是死了 就是浪费了国家资源 医患矛盾含人心 可这并不是医生们 面临的唯一难题 有的时候 你还没遇到医术的瓶颈 就遇到了人心的瓶颈 说这句话的是 烧伤科住院医师徐叶 有位60多岁的患者 全身95%严重烧伤 需要进行多次纸皮手术 手术并不复杂 可100多万的治疗费用 让老人的子女们 打了退堂鼓 许业知道后特别难受 对于医生来说 本可以却不能 或许就是最大的无力感吧 但他还是想尽力帮一帮 周围兼任求生的老人家 他向医院的基金会 为老人极力争取援助 得到准许后 他紧锁的眉头终于笑了 可区区几万块钱 和100多万的医疗费相比 实在微乎其微 最终家属拿不出钱 老人没能得到救助 走了 徐叶望着空荡的病床 抿了抿贼脚 长叹了一口气 生活很难 人性很复杂 我不能做任何评价 他能体恤到 每一个家庭的困难 可很少有人能体会 面对一个又一个 撒手人寰的患者 想要救死扶伤的他们 又需要多长的时间去笑话 有一位医生 面对镜头 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绝对不让自己的孩子 当医生 是啊 工作的压力 家庭的缺席 外在的不理解 和内心的创伤 每一点都足以让一个 正常人崩溃 有谁会想让自己的孩子 受这份罪呢 可看看他们自己 笑着发完这句牢骚后 又紧急投入了战斗 一刻都不敢歇 能让他们一直坚持的 不就是责任感 这三个字吗 服为医者 玄弧济世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一份职业 存在理想和情怀的话 那一定非医生莫属吧 这世上 哪有什么白衣天使 在这部纪录片中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不是妙手回春的医术 也不是仁爱之心的医德 而是这样一个镜头 夜色朦胧 朱良妇 在结束了一整天 不间断的工作后 终于换上了蝙蝠 骑着电动车 走到了回家的路上 看看他穿梭在马路上的背影 真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 谁能想到 这是刚刚和死神搏斗 拼命抢回了一条生命的医生呢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 心形肺炎 不断蔓延的当下 这段时间 曾听到不少人 都在赞扬医生 是冷暖不亲的超人 是的 医生确实冷暖不亲 我不要你去 我只要妈妈 看着撕心裂肺哭喊的孩子 这位母亲还是狠心 穿上了白大褂 投入到了防疫站中 妈妈 我可能回不去了 听着母亲的担忧和焦虑的声音 29岁的她 还是选择折回武汉 坚守在抗疫一线 可他们 真的是超人吗 病毒凶猛又无情 踏入医院的那一刻 他们也会害怕丢了性命 一位医务人员哭着说 扶判是不可能的 只是在这个岗位上 必须要有使命感 去做这件事情 忍住没掉下来的眼泪 刺痛了多少人的心 人心复杂又难测 如果遇到态度恶劣的患者 他们也会担心自己的安危 一名医生说 疑似发热的病人 向他吐了一口痰 还朝他恶狠狠地说了一句 我活不了 你们都别想活 那个时候 这个年轻的女孩 又该是怎样的委屈呢 他们有血有肉 也是别人的丈夫或妻子 也是别人的孩子和母亲 也是渴望温暖 想要回家的普通人呐 可他们面对灾难 则无旁贷 只为了对得起 身上穿的那件白大褂 在这场防疫战中 为了能更好地戴帽子 爱美的90后女医生 剪了头发 为了有更多时间照顾病人 这位医护小哥哥 天天带着尿不湿 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人 有好转的时候 激动地哭了 为了和时间赛跑 他们甚至不吃东西 不喝水 不上厕所 看着拼命的同事们 连见惯了生死的主任医生 也没能控制情绪 落了眼泪 而这名医生 更是每天只坚持睡两个小时 七天后 嗓子都快哑到说不出话了 为了救人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 唯一没做的 就是当逃兵 连年过九旬的老奶奶也没有 熬中方医生 已经92岁了 他在知道武汉疫情的严重性后 主动请站回到岗位 怕医院领导拒绝 他说 作为医生来讲 医学的战士死在战场上 也是死得其所 我自己愿意来的 我承担一切 奶奶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神是坚定的 可看到这条视频的网友们 却哭花了眼 是啊 世界哪有什么百艺天使呢 不过是一群 充满理想的人 在拼了命地 为我们负重前行罢了 凡大一致病 必当安神定治 无欲无求 先发大慈测隐之心 誓愿普救寒灵之苦 不得瞻前顾后 呼吸生命 这是唐代医药学家孙思淼 曾留给后来医者的一句医德警戒 现在时代发展如此之快 很多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都已经被遗忘了 可看看这次的疫情 我知道 那群逆行者 那群叫做中国医生的人 他们一直记得 我愿你们平安 前几天在热搜上 看到这样一条好消息 新型冠状病毒 累计治愈病例 连续两天超过累计死亡病例 新增治愈病例 连续四天超过新增死亡病例 这些不断被治愈的数字后面 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 而这些生命被治愈的背后 不也是一个又一个医者 愿意豁出自己的性命 为我们换取的吗 一名医生说 口罩短缺的时候 他们也要进病房 有四分之一的同事都被感染了 另一名医生说 同事的老公母亲都病了 他自己也被传染了 他知道后哭得气不成声 可转过头 还是迈进了那间重症医务室 在四川攀枝花 一对夫妻二人都奋战在 防控疫情的最前端 留下了八岁的孩子独自在家 当记者问孩子 知道爸爸妈妈去做什么了吗 孩子强装镇定地回答 就是那个新型冠状病毒吗 可没过两秒 他就咬紧嘴唇 没忍住 哭了 即使他们深知 这次的路途 不是一个人的搏命 而是一个家庭的牺牲 有句话说 为世人谋生者 不可使其躁于人心 那么 面对这些拼了命 护我们周全的人 我们能做到的 究竟是什么呢 03年非典的时候 记者柴静 在一片狼藉中 问医护人员 你们都靠什么防护 那名医生回答 我们靠精神防护 信仰 大概就是他们 最大的铠甲了吧 可我们每一次理解和支持 都是在为他们的铠甲 增添一份厚度 灾难虽来过 但樱花早晚会开 那些仍在苦难中 奋力挣扎的英雄们 请你们保护好自己 也请你们坚信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我们等你们 平安回家 那今晚的分享就这样了 如果喜欢 欢迎拉到文末 帮我们点亮再看哦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这里是读者 我是如初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